嗨 大家好 我是微博文化的小编婷语 也是今天读书会的主持人 我叫Yuki 我叫Emma 我们今天要讨论是四本书 就是摆在这边这四本 然后我们要从这一本开始 这本叫做不让妈妈亲亲 它的主角就是封面这只猫 它叫托比 托比的话呢 它非常排斥妈妈的亲亲 好 各种关爱的表现 以至于后来它情绪上有爆发 伤到了妈妈的心 那他们到底要如何修复 他们这段母子的关心呢 如果好奇的话就可以来看看这本书 我自己看完之后还蛮有感触的 因为我以前也是跟托比一样很叛逆 尤其是我大概我高中的时候吧 爸妈只要表现出一点关心的举动 我就会就是会很变的 是因为同才的压力吗 你刚刚看我出去玩的 这也是一个原因 但也就会觉得 我会觉得我自己已经是大人了 我觉得我不需要爸妈 有点像在哄小宝宝那种感觉 来对待我 也不是说讨厌 就是会变得非常的不自在 会很不自然 很别扭这样子 但是后来 这部分的转变是 我上大学之后离开的家 就是 爸妈不会 就是不会在我旁边的时候 我反而会开始 就会开始怀念爸妈 你会生死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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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怀念像可能 可能在学餐的时候 就会开始怀念说 哦 如果这时候妈妈 有煮饭给我吃的该多好 或是回到空荡荡的宿舍 就会想起可能 爸妈回来 然后就说 诶 我回到家了 那种很温馨的感觉 跟你想哭 就是 觉得 其实 小孩其实自然而然 会发现说 父母的关爱 其实是很温馨的 只是 他们可能会在某些阶段 排斥一下这样子 对 我借金也是这样 那Yuki呢 哦 我很早就不让我爸爸亲 因为他小时候都会闹我 他都会亲得很大口 然后 然后流一堆口水在上面 他超噁心的 然后我大概 小小三小四就不让他亲了 可是他都说话 都会趁我睡觉的时候偷亲我 不觉得这样小个人毛骨送来 对 所以我觉得真正会 比较想念爸妈是上大学 尤其是我煮饭煮得很难吃 我有是煮出真的是水沟味的烫芹菜 然后我就 像妈妈煮的菜 对 那A妈呢 我自己真的非常非常的激烈 就是叛逆其实都在国中高中的事情 然后我最激烈的叛逆是国中的时候 因为 我爸妈就很常 可能认为我还没有就是 处理事情的能力 所以他很常就限制我 做这件事情 做那件事情 当我听到这些限制我的能力 这件事情会断掉 真的 然后我就直接回 为什么不行 但后来就是有慢慢被开导 然后爸妈就会说 这样 这样子对的 或是怎样做才适合 我就慢慢接受这些讯息后 就慢慢变得有点社会化 社会化 社会化真的用词有点重 对 社会化 这是我公的意思 最近就有变得比较稳定一点 就是我觉得这本书想要交给 不仅是孩子 也要带给家长的是 有效的沟通 其实是可以解决一些 父母跟孩子相处上的一些 小小的摩擦 因为 父母会希望孩子们理解 但是 那孩子们的想法 当然你们会不会也想要听听看呢 有时候孩子们的想法 未必是错的 或许会需要改正 或是 导正一下 但是 听听看他们的想法 理解他们 做这些事的出发点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我觉得 就是大人跟小孩子 其实一定要沟通 尤其是 就大人常常会报纸的 我是为你好的心态 但是 就没有真正站在小孩的立场 去替他想 那小孩应该也要 多多站在父母的立场去 为彼此这样造想 沟通还是很重要 那我们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 另外这三本书 他们着重的主题 可能 有些父母会觉得 偏沉重 或是可能希望孩子们 长大一点再去 接触的话题 像是离婚跟重组家庭 我们要介绍这几本书 有 那个 爸爸一半 妈妈一半 还有 我爸爸爱上你妈妈 还有 永远的妈妈 永远的爸爸 那我们就先从这本 这本开始讲起好了 这本书的 大概的大意 是 这个小男孩 他跟这个小女孩 是最好的朋友 然后有一天他在学校 他就非常兴奋 跟那个女生说 欸 我爸爸爱上你妈妈了 女孩就觉得 天哪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突如其来的消息 他就很没法接受 然后后来是 小女孩的妈妈把 女孩跟 跟哥哥 带到海边去 然后跟他们解释 爸爸妈妈离婚 然后妈妈有 新的对象的 这些事情 就跟他们解释完 告知完之后 孩子们就慢慢的敞开心胸 去接纳 说欸 我的家庭有这种改变 这样 所以就是有做到沟通的 嗯 对 就是跟我们刚才讲一样 沟通很重要 就是 可能对孩子们来说 爸妈分开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 他就会觉得 爸妈为什么要分开 到底是怎么 为什么爸妈不能在一起呢 然后 或许可能跟这故事一样 为什么 妈妈 或是爸爸有新的对象呢 为什么 就换成一个新的人 来当我爸爸我妈妈 故事面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典范 是 那个大人他们没有 就直接把消息砸在小孩身上 他们是 有 尝试着去告知 然后沟通 或是 另类的教导他们说 爸爸妈妈会分开是这个原因 那 现在 爸妈有喜欢的人 这样子 之类的这种 然后小孩 他们虽然年纪小 但他们也不会 因此就 全力的排斥 他们也是会想要尝试去理解 爸爸妈妈的心情的 对 然后接下来下一本是 那个 爸爸一半 妈妈一半 这本就 其实稍微特别一点 像刚刚那个故事 就直接就是一个 很明显他的主题 就是在讲离婚 跟充足家庭 这个话呢 他是用一个 非常梦幻的童话故事 去隐喻 这些社会现象 就是我们的主角是一个小王子 他们 小王子 小王子 对 超可爱的 那个画风真的很可爱 然后他们的 他们的 五度人们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国家 结果有一天就被一个 巨大的喷火龙 直接摧毁 就是什么东西都切一半 爸爸妈妈分隔两地 什么东西都变一半 杯子也是 所以水会倒出来 对 就那边形容很可爱 就是说 怎么各种东西都被切一半 就连小狗狗都被切一半 这样子 然后 里面就看得出来 小王子非常的彷徨 很疑惑说 啊我的生活 原本不是很完美吗 为什么变这样子呢 但是最后他有一句话还蛮 发人深省的吧 就是说 小王子后来发现 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 他并没有被切成一半 他不像那些杯子啊 家具啊 什么一大堆都被切成一半 小王子 就是可以被 比喻成 离婚家庭里面的那些小孩 爸爸妈妈分开了 他们感觉他们生活就是跟这小王子一样 什么东西被切一半了 但是 其实 他们自己 他们还是一个完整的孩子啊 并没有说 这样子 人生整个就 分崩离析的这样子 其实他们人生还是圆满的 不会因为爸妈离婚 然后爸妈分隔两地 所以他们的人生 就会都像小王子一样 切一半切一半 对 就是他们最后说 他还是完整的他们 对 可是其实大部分小孩很难做到这件事 因为他们会觉得有爸爸妈妈才是正常的 然后 少了其中之一的话 都好像人生不完整 也有些小孩会拿抓的这一点 然后去嘲笑那些父母第一的孩子 所以我觉得培养这个观念还蛮重要 就是去教导自己的小孩说 就是你不能去嘲笑那些单亲妈妈这种家庭 其实就是很多人他们生活在比较幸福美满的家庭的状况下 他们很难去去接受 哦竟然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应该说是很难去相信 所以藉由这样的暑期 我觉得可以更让那些家庭美满的小朋友可以认知到 哦其实世界上还是有跟他们不一样的小孩 不一样的家庭存在 他们可以是一个更包容的心去对待他们 不会就是因为这样而去欺负他们 或者甚至是去歧视他们 最后一本呢 这本叫做永远的妈妈永远的爸爸 这就是这个故事 他就比较不是着重在一个特定的家庭 只是像你看他的插图 他在描写各种家庭 像这个家里是爸爸会帮忙准备早餐啊 然后可能小孩也会陪妈妈做饼干啊等等的 就是他描绘了各种离婚的家庭 他们是怎么适应离婚后的生活呢 或是离婚的家庭孩子可能难免会想念爸爸或是妈妈 那他们又是怎么去消化跟处理这个情绪的呢 像例如可能带他们出去玩啊 或是他们也是会联络啊 他们并不会因为离婚就断了联络 他们甚至还是可以继续的交流 继续的当一家人这样子 其实我看这本书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一句话 就算离婚了我还是知道爸爸妈妈还是爱着我的 然后他们的爱也不会改变 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充满了希望 那些经历离婚过的小孩 让他们知道说就算他妈离婚了 他们的人生接受到的爱也不会改变 对然后他那一本他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要帮助小孩排解思念之情 那本书的主角啊他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 他想爸爸 然后他就会跟妈妈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来排解他对爸爸的思念之情 跟爸爸在一起他想妈妈的时候 他爸爸又会跟他做一些别的活动 对所以还是要帮助小孩把那个心中的忧郁 还有孤独给適当的排解出来 对这样圣心会比较健康 今天的这些书啊 尤其是刚才后面介绍那三本 这让我其实对绘本有新的想法 因为其实在看这些书之前 我也认为说小孩如果那么早就接触到 例如像社会新闻啊等等 会提到这种离婚啊重组家庭等等的 我就会想他们能懂吗 就是还是会不会不太恰当呢 但是后来读了这些我就觉得 诶这些作者他们其实是以小孩能够接受 或是小孩会有共鸣的文字 图画等等的去跟他们很温柔的讲说 社会上确实是有这种比较不一样的家庭的存在 那我们要怎么去对待他们呢 是不是要以更包容的心 要有同理心等等的 那我觉得家长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教小孩这一块的话 我们很推荐说可以亲子共读 爸妈妈小孩一起来念这些书 像绘本其实并不是设计给小孩的 当然也可以跟着看 然后看完之后可以 爸妈妈提出你们的想法 或是你们的一些观点 然后小孩听了他们也可以提出他们自己的想法 就是做一个思想上的交流这样子 或许这样小孩也能提早认知到社会上的各种不同的东西 然后父母也可以以一个比较年长的角色 可以去带领他们去理解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经历过离婚的小孩 他们心里不免会承受一些压力 不能说是创伤可是就是比较像是裂本的东西 那藉由这样的书籍 我觉得可以回他们的心灵 然后去填补那些伤痛 在他们的发展的期间 我觉得会更有益他们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书籍 那如果你觉得离婚对小孩还是有点太沉重的话 可以推荐买这一本 因为就像Terry刚刚说 他是用一个比较童话的 还有梦幻的方式去包装 他也没有明确讲出他爸爸妈妈是离异 因为他就是说有一个喷火龙 把他们都一分为二 所以他其实是用个非常 他在这个床被切了两半 超可爱的 画风很可爱 所以让离婚这个主题比较没有那么沉重 所以推荐这一本 如果要帮我们今天这个书本讨论会做个总结的话 就是其实父母们不用怕跟小孩讲一些 可能会不会觉得说很沉重或是很禁忌的东西 像其实绘本里面很多都会描绘到一些 就是像我刚刚讲比较沉重的东西 例如战争啊死亡啊 亲人过世等等 这些东西这些都是有出现在绘本里面的 如果想直白一点 小孩们迟早都会接触到或是理解到这些东西 那不如提早就是让他们透过故事啊 透过绘画等等的去认知到有这些 然后让他们可以多一份同理心 多一份温柔对待世界那份心 那不是很好吗 然后今天推荐的书主要是在讲亲情啊 家庭的变化等等的 就是可能跟荧幕前面看这个影片的 爸爸妈妈们非常的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就很推荐各位爸爸妈妈 或是小朋友们可以来念念看这些书 或许会有对家庭啊亲情等等 会有不同的想法哦 如果想购买这些书籍的话 也可以直接点我们天文上面的连结 然后如果有什么新的想法 或是想要跟我们耳外在讨论的东西 都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讲 那我们今天讨论应该就到这里结束吧 谢谢你们收看 拜拜